目光聚焦美国 你看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呢 他的名字叫做张光明 今年已经是103岁高龄了 现在呢居住在美国的洛杉矶 那么为什么要向大家介绍他呢 是因为他有100多岁高龄吗 飞也 在78年前的今天 张光明参加了著名的814空战 这也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时期 对日军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空战 张光明是目前亲历过这场战斗的 唯一一位舰载者 1937年的8月13号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奉命飞往杭州捡桥 以抵抗日军队捡桥机场的轰炸 张老回忆说 那天啊大雨滂沱 当他们赶到捡桥的时候 从空中望下去 烈焰熊熊是一片火海 战情紧迫 中国战机先是着陆加油 准备迎接战斗 当时啊 由于这个地勤人员躲避空袭 场战里边根本没人工作 于是飞行员啊 只得自己来动手为飞机加油 张老说 他们把小桶汽油扛到飞机旁边 再用石块把油桶敲开 倒进飞机的油箱当中 这种事啊 一个人办不了 于是大家就相互帮忙 一直忙到半夜一点半 当时呢 这群飞行员从中午开始 就没有进过餐 又被雨淋了几个小时 真的是饥寒交迫 疲惫不堪 然后呢 抓紧时间休息 紧过了一个多小时 大概是凌晨三点左右吧 空袭警报 就把刚刚入睡的飞行员们 惊醒了 年轻的飞行员们 飞快地登上战机 机场上空 战机一架接着一架 呼啸着腾空而起 冲向夜空 在朦胧的事业当中 张光明驾机 朝前唐江南岸飞行 突然啊 就看他不远处 地平线上呢 出现了一条 蠕动的黑线 还没等缓过时来 黑线呢 已经 有远极近 仔细一看 没错 就是 第一机机群 张光明啊 赶紧 升高飞机 占领了攻击位置 第一机近在眼前 张光明 立刻瞄准了 领头的飞机 从前侧方 突击开火 瞬间 机上的两艇 大口径机关枪 喷出了一串串的火蛇 敌机变成了一个大火球 翻滚着 坠落 张光明呢 马上调转飞机 准备发起第二轮攻击 却看到呢 另一架敌机也被击中 正在着火下坠 原来 这是分队长 郑绍瑜开的火 他转而和郑绍瑜合力 发起进攻 三架敌机 相继坠毁 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四架敌机 全被戒灭 这次空战呢 空军第四大队 在双方兵力 12比1的劣势情况下 已寡敌重 共击落 日军战机六架 你看 这就是当时 媒体有关 814空战的报道 日兵死千 二百被俘 这场空战呢 不仅粉碎了日军 妄图把中国空军 扼杀在摇篮当中的阴谋 还为中国空军 后来的发展壮大 奠定基础 张光明 1913年 出生于中国河北 918事变之后 还在念书的他 头笔从容 加入了中央航空学校 后驾驶战机 出生入死 参加过百渔场 对日空战 上个世纪的60年代 张光明退役 后定居美国